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胆赛马频道 今天影片跟大家讲一讲 明天12月26日沙田日赛深水 喜欢影片记得点赞 订阅频道 按下小铃铛有新片通知你 订阅方法很简单 每条影片右下角都有订阅按钮 按一按就订阅到频道 除了订阅频道之外 也可以考虑加入会员的深水服务 三个级别 加入了之后就会得到不同会员的深水 三个级别释除专辩 加入了一个月之后 都可以得到会员的深水服务 订阅了的朋友 记得去社群参考贴出来的深水 接着最后 Patreon也有三个级别可以选择 看看大家自己如何选择 说明天的赛事 采用沙田A加三跑道 11场赛事 头场开跑时间是12点30分 跑足11场 大家过足印 有8场草地 3场泥地赛事 明天密切留意 明天Boxing Day赛日 跟大家说回两场马 第一场 推荐这只5号马 腹线给大家 虽然刚刚赢完 2000米 用着角能11倍 被他搞定了 但是再出也要再选择 没办法 看上次跑下去的状态 各样东西都要再推荐多次 上次起步也是放在前面走的 这只腹线 但是沿途也是被一些马 搞住他来跑的 皇帝坐在外面 多大只 一路压着 这样 堆住他来跑的 他不是轻松自己一只放头 放回来的形态 你看他跑下去 一路都被他在外面堆住 你这些马其实很大压力 你放头一路被人这样搞 你还要跑2000 一路由头到尾都被人黏住 一路黏住 他都没有事 没有受影响 你可见他 那个跑法 跑2000米 军速带头 这个跑法 非常之对他来说 是杀食的 他真的不怕你 你跟着皇帝赛 都已经是要队 要成都已经是被他开始 自己 就这样拖住 都抛掉了 后面那些已经是鞭打推踢出了 他还是挺轻松的 按住转弯进来的 葛能就是 慢慢才开始 真的坐下去 大力骑下去 最后300 就开始 越走越远了 外档那些马 自然君子 那些 高瞻远竹 追不追 追来去追 都追不到 这场 就被他由头 带到到尾 11倍 吃出了 你可以看回 这样的跑法 你 这次 明天 同场都不会说 有什么马 可以再这样 在那里 黄帝赛 黄帝赛 他来跑 都没有受影响到 那你这次 五档起步 照计都是放出来 跑的 一带头 看看你那些马 你那些马 那么少 你很难搞到他 如果正路 又是这样 由头 带到到尾 都很容易 就回来 你那些马 都很难改变跑法 你唯一 是 放在前面 就是会展达人 但是你 初次 增程 2000 你是不是带到 就难说 他应该都是 腹线 立心 要放 你会展达人 看他到时 跑下 形勢 各样东西 是否有预期一样 希望 他自己 放在前面 走 更好 再来第四场 四班千二米 这组马 现在 看上去 只有9号马 好眼光 大热 热了 莫雷拉 踏着 14档 市责很厉害 每次都赢了 所以 现在大热碗 回来 24元 14档 初七 搞到这样 24元 不可以 反而 推介 两个 去 撞一撞 11 12号 做一个对碰 到时 一只 一只 都可以分 一只 9号 揹起 9号 其余 马 质素 跑这组 四班千二米 都是水 一点 所以 十一 十二 有机会 偷到鸡 李春风 有趣 四班千二米 就稳打稳窄 乱欺 只能干 车 跃得高分 以及 有时候 形勢 后追 也是 就是恶搞一些 明天这组码真是低组别一些 再加上放个竞仁 苏敏伦上去 希望帮到手 五档起步 苏敏伦跟他摄个好位 入席 那天战虹3000 跌了边都跟他手打他 这就是质素 有些强手压阵 阵上有些什么问题 都是救得回 所以春风得意 有4.7倍 真是值得玩的 再来要12号 一只追 春风得意 要摆头走的奥犹之星 一档起步 放头绝对有利 潘明辉 好过蝕欣 但是上次蝕欣都放得出来 你潘明辉一档 你一定是摆头前面走 不要跟我说你起不了步 或者这一样那一样 一档有14倍 没有马萧被他们摆一摆 摆到回来 又是 抹得出的 所以 要全他了 1前1后 11和12号 要过碰便 到时候看你好眼光是否真的这么高质 14档都给你搞得定就你威了 这些马可以长追了 所以这一场就是推荐 两只马做回对碰WIN加上头场腹线 希望大家策礼物日就能够有马赢了 除此之外 苏炳伦那手马骑足十一场都非常强势 所以大家自己临场都可以留意着苏炳伦那些马 虽然赔率一定是欠奉的 但是当中不乏的那些是有实力的马 都是要交代那些东西 都是希望找他帮帮忙的 所以就要留意着 这里跟大家说一声 圣诞快乐 下次再跟大家见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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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